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提到可以透过某些症状或者是征兆来及早发现肝脏的问题 那当然是透过健康检查的话会更精确 所以我今天要请理事长来说明一下 肝炎或者是肝癌这些相关的肝病 它的健检项目有哪些呢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想因为我刚好现在在台北荣总担任健康管理中心 也是负责健检的一个业务 我想我就蛮适合来介绍这个题目 那目前的话肝炎跟肝癌都做一个健检的项目里面 最主要是靠抽血以及做影像学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在前几集有特别提到 那慢性肝病不见得一定有症状 那我们在健检的项目里面对于病毒肝炎的一个检测 像B肝吸肝大概都是一个例行常用的一个项目 那除了BC肝的一个病毒筛检之外 那当然就是肝指数有没有异常 那我们常用的一个肝指数就是我们肝脏的一个指标 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ALT跟AST 那这是大概在健检的一个抽血项目里面必要的一个项目 那另外一个指标的话 我们会配合刚刚讲的AST、ALT这种肝脏的指标 再加上雪小板加上您的年纪 我会组合一种四个项目的组合 我们叫FIB FIB事实上就是肝脏纤维化百波式是一种缩写 那因为它里面有四个项目 所以就是年纪、ALT、AST跟雪小板 所以就形成一个指标叫做FIB4 所以这个的话可以当作一个肝脏纤维化的一种指数 那如果你的肝脏纤维化 有这个指数有点异常的话 那就可能必须要进一步去做检查 那当然在我们在肝脏的健检的一个部分 肝脏超音波一定是免不了的一个项目 那超音波的话 那主要是看脏肝脏的一个质地 要再来看看肝脏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一些像囊炮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肿瘤 像血管瘤也是蛮常见种良性肿瘤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有一些 像是肿瘤就真正的一个肝肿瘤 那另外一方面肝脏的一个超音波 可以让我们分辨一下 有没有肝脏脂肪肝的一种可能性 当然现在除了这种超音波检查之外 那肝脏纤维化以及脂肪肝的话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新的一种仪器 就所谓的一个Fibro Scan 就是所谓的肝脏纤维化的一种无创的一个扫描 那这种的话就是利用一个探头 它会打出它的一个振波 那靠这个振波在肝脏传播的一个速度 可以量出来它的一个肝脏的一个硬度 那当然也可以靠这个阴波 振波在肝脏递减的一个程度 知道它的脂肪力的程度 所以肝脏纤维化扫描的话 可以同时得到两个数值 一个是脂肪肝力的程度 一个是肝脏纤维化的一个程度 那如果是真正是一种慢性肝炎的一些病患 或者是已经有慢性肝病的一个人的话 那除了刚刚讲的指标之外 我们除了钛耳蛋白 还有另外一个指标 我们叫做DCP 或者叫做Pika2 Pika2 这种的一个检测 那这个是所谓的异常的凝血酶源 那这种凝血酶的话 是肝脏来做一个合成 但是如果当有肝病或者是有肝癌的一个情况下 它的上游的产物就会堆积 所以这也是形成它可以当作一种血清标记一种可能 那特别是有些肝癌的病患 它的钛耳蛋白是正常的 那甚至肿瘤很大它也是正常 但是这时候就要靠Pika2来做一个侦测 所以这是在抽血的一个项目 那关于影像学的检查的话 超音波检查虽然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式 但是超音波检查还是有它的一些局限 特别是当我们的病患或受监者他比较肥胖 这时候音波可能在他的皮肤就递减 或者是每个人肝脏的位置有高有低 有点异常 有些位置特别高 高到在我们肋骨更上方的情况 那这时候我们的探头跟肝脏的接触面就比较小 那这时候会有造成一些死角 所以有时候对于有怀疑的病灶的时候 我们必须进一步去做电脑断层 或者是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 去确定一下肝脏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一些肝癌 或者是异常肿瘤的一个发现 当然最后要做诊断的方面的话 最后还是需要有个病理诊断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当然有些人可能已经有肝硬化 甚至有前面 菜肋蛋白指数高 那影像学的检查包括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 打过显影机之后 它的一个特征是符合肝癌的特征的情况下 也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做肝脏的一种切片 就可以判断是肝癌 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还是认为有一个肝脏病理的一个检查 还是一个比较确定一种诊断肝癌的手段 那我现在要来请教理事长 大概我们多久要做一次这些健康检查的项目 那又是哪些族群呢 健康检查其实 如果是一般的健检没有特别分年纪 因为现在很多癌症都越来越年轻化的一种趋势 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大概都是建议如果到了40岁 到了接近中年的时候 就开始应该做照顾自己的身体 应该做例行的一个健康检查 那健康检查的话大概一般来说 我们大概如果上次检查项目 你都非常的健康都没有什么异常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也许一两年再做一次的一个健检 但是如果前一次的健康检查如果已经有一些异常的时候 那大概一年就必须要再做一次 那关于对于已经有知道自己有慢性肝病的一个族群来说的话 那我们的一个项目的话 的检查的一个时间就可能必须要更缩短 那比如说我们已经有慢性B型肝炎 而且你的肝指数上次是不正常的话 在正常的一个门诊追踪上 我们大概就会安排三到六个月就会回来再做一次追踪 但是你同样有B型肝炎 但是上次指数是都正常 那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到半年以后再做下一次的追踪 那追踪的项目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合并抽血 以及跟这个影像学就是超音波的一个基本的检查 那常常有些人说我靠抽血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肝病 那这点是不对的 因为很多人有肝病 那他的抽血是正常的 因为我有B型肝炎我可以抽血是正常 我也可以胎的蛋白是正常 但我也可以在这时候发生了肝癌 所以一定要合并一些影像的一个追踪 才能够保证你的肝脏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已经到了肝炎化的族群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的追踪的频率就要更为频繁 大概必须要三到六个月就必须追踪 那特别是有些肝硬化的族群 他本身都已经产生附水 像这种病患的话甚至不到三个月 你不用他追踪他就自动跑来急诊了 那这些病患的话就必须要更频繁的去做检测 但这些有慢性肝病跟肝硬化就不见得一定要花钱做健检 这些的话在我们的健保就可以做定期的一个追踪的一个项目 这健保都有几副的 所以就直接到专科去接受治疗跟追踪 对是的 刚才理事长有讲到有一些就是我们健康检查的项目可以做 那我的了解好像是也有疫苗可以打是吗 是的 肝炎的疫苗目前在市面上可以打得到的话 有A型肝炎的肝炎疫苗以及B型肝炎的肝炎疫苗 那通常A肝疫苗的话我们并不是例行性的在做接种 因为A肝疫苗的话有一种是它属于 分口传染的一种途径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是针对于有去一些比较疫情的一个国家去做旅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预防性的一种接种 当然另外一种的话是对于一些比较高风险 像几年前曾经发生过有这个 艾滋病的一个族群里面有比较高风险的产生 所以对于这些高风险的一种情况也会建议打A肝的一种疫苗 那B型肝炎疫苗的话目前是从 已经是一种国家政策 那实行在新生儿的全面接种 但是在国中生去做一个检测的方面 就发现说有一半的国中生 它血里的B型肝炎的抗体都测不到了 那这种测不到的话 有两种的一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说我早年的话 我本来就没有打出疫苗 因为目前疫苗虽然是很不错 但是它并不是百分之百打疫苗就已经产生抗体 那目前产生抗体的程度大概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换句话说还是有百分之五的一个可能性 你是打了疫苗没有产生抗体 所以有部分是这个原因 那一种原因是我本来就有抗体了 但是经过了十年以上 我的抗体的浓度就逐渐的一个降低 那这是因为我们身体如果一直没有接触 如果这样的一个抗原的话 我们平常不会储备多 储备这么多的一个抗体在应变 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抗体就会降低 那这时候的话并不是代表说 你的抗体一定是不见了 因为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免疫 事实上是有所谓的记忆 那如果你再给它刺激它在接触的话 它马上它的抗体会出现 但我们比较简单的话 去区分前面两种的话 我只要在boost再打一剂疫苗 因为通常我们疫苗是打三剂 就是在0、1、6个月去打三剂的一个疫苗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不见得一定要打满三次 我们只要打一次打下去 如果它抗体马上就一个月后抽马上很高的话 那它就属于那种只是时间久远了 它这个抗体就不需要平常储备在那里 那它的这个浓度就会降低 那这时候我们只要打一剂追加就可以了 那当然有一种是它完全就是可能第一次就是没产生抗体 那像这种的话我们就可能会建议再打满一次的一个 0、1、6的一种疗程的一种抗疫苗的一种接种 当然有一种族群的话是 特别需要有抗体随时都存在那里的话 就是你在医院工作会常常接触到病患的血液 像是看护的工作 像这种的话我们就必须随时就有抗体在那边 不然你不小心被挣扎到 接触到病患的一些血液或体液的话 那这时候如果身上没有足够的一个抗体来得及去做应变的话 那这时候会比较风险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去做一个追加 随时保持这么高的一个抗体 那事实上并不是全面都需要 但是我刚刚提到 如果是在医院比较这种高风险的环境工作的话 或者是你的职业比较有可能会接触到 一些病患的一些提议或血液的话 那这时候还是必须要有一个 本来就必须要比较高的一个抗体来做应变 那这时候都必须要做一个追加的一个动作 谢谢理事长对疫苗做了这么详细的说明 我们这次邀请理事长来为我们谈肝病的治疗 主要跟预防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专题可以赶在 7月28日因为它是世界肝炎日 那我们是不是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世界肝炎日 我们大家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要如何来重视这个肝炎的风险 是谢谢 我想世界肝炎日就主要就是Wall Hepatitis Day 那主要会有这样的一个7月28日 定义这样作为世界肝炎日 主要就是希望借由这一天 呼吁国际以及所有的民众能够注意自己肝脏的一个健康 那因为肝炎一直是造成世界上很重要的肝病的一个原因 那WHO事实上在很早就定出一个目标 希望在2030年能够达到吸肝、逼肝、根除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到目前来说的话已经越越迫近了 那今年已经是这个2024 所以到了2030事实上更为的一个迫切 那在几年前甚至我们台湾定出更严格一个目标 希望能在2025年能够达到WHO2030的一个目标 那当然如果用2025来定的话 现在已经剩下一年的一个时间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2030甚至有机会 在2025年达到部分能够把BC杆得到控制 或者是减少新发生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目标 我就想请教理事长喔 因为刚才还有说我们台湾曾经定在2025年 要根除这个BC杆嘛 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如何 这个是一个蛮艰难的一个任务 那前几年我话我们对于吸肝的一个治疗 大家都如火如荼在进行 所以目前很多的一个吸肝的一个治疗 因为当初估计可能台湾还有25万人需要治疗 那这几年下来的话 事实上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治疗超过有六七成的一个目标 但是现在在往前迈进一步的时候 就发现说很多的一个吸肝患者 可能都很不容易在我们临床上出现 变成要上山下海去到处去做一个筛检 所以是不自知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很多吸肝的民众反而不知道自己有吸肝 那事实上同样的情况也在B型肝炎也会出现 因为我们常常在临床上会发现到 这些病患到了肝癌的时候才来医院 那这时候我们才去做检测 才知道他有B肝或吸肝 所以我想医生有一次的一个BC肝的检测 是非常重要的项目 所以不管是借由健检 或者是借由因为身体有不适 去做医院去检查的时候 我想在于这个BC肝的一个检测 医生必须要一次的检测是非常一个重要 好谢谢 那我们就要麻烦这个理事长跟所有的医生 一起来守护我们肝脏的健康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努力 好那我们今天健康线上午查会 这个肝病的预防跟治疗第三集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那我们再次谢谢理事长的受访 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如何透过健检 来检查自己的肝脏是不是健康 然后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分享 那各位观众跟网友在收看的同时 也别忘了帮我们基金会的脸书按赞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健康资讯跟系列影片 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理事长 谢谢 谢谢 谢谢